从去年开始在美元强升息的情况下 再到今年 大家对升息的力道的一个看法 有一些变化 所以其实这一两年汇率的变化很大 那对于我们的受嫌疑来讲 因为它大量的投资海外的部位 包含股票啦债券 所以它势必要去提拨 我们叫做外汇的一个 这个风险的一个准备金 这个的目的当然是为了避免 说我海外的一个投资部位 随着汇率的变化在换回来的时候 会产生数字上面的一个波动 那到时候在财报上面 势必要有这些 这个损失的一个提炼 那这个部分有所谓的外汇准备金 按照你投资部位的比例的上限的9.5 还有一个下限是指说 你外汇准备金的一个20%的一个下限 那这个当然 整个授权页提出来是希望说 其实就是希望放宽 让我准备金的提拨 我不用这么多的情况下 我有更多的一个资金 可以去做一些弹性的一个运用 所以大家会担心说 那这样是不是受险业 是不是今年还有难关要过 那我坦白讲 最大的难关 第一个还是防疫保单 这个部分目前看起来 其实已经过了 那第二个汇率的一个 波动的一个变化 今年应该还是会比较大 但是相较于去年 我相信会和缓许多 所以如果能够同步放宽的话 当然对受险业还是有利 那只是说 大家会觉得说今年受险 是不是还有可能有一些未爆弹 汇率市场的一个变化 我觉得它对于整个受险业 营运的冲击 我觉得是比较小的 所以我倒觉得还好 不用那么担心 当然你可以用银鱼跟资本公鸡来发 我们先讲结论 很多人说不好 我倒不觉得 因为资本公鸡就是脂肪 但我需要脂肪的时候 我就把以前囤的脂肪拿出来用 所以只要我的资本结构 这个资本氏足率也好 或是杠管比率 我基本上这个部分控制的好 我觉得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 所以我个人是 其实蛮支持的 因为至少对于一些 这个存股族来讲 它今年还是可以拿到 还不错 我不能讲跟去年相比 那么丰厚的股力 可是至少股力的领取 应该还是确实稳定 而且后面 后面几年脂肪就补回来了 我觉得不用太过担心 所以基本上 我们看一下法人的预估 公金配息下 金控股力的一个概况 目前看起来 当然没有办法像 去年我们所看到 那么迷人的殖利率 但是殖利率整体来看 像国泰金 也有超过3% 元大金也有超过4% 那所以我昨天在看 其实整个金融股 在顺应这个讯息 其实有股价 确实有稍微回温起来 那因为今年度来讲 整个金控能够控制的 总股息大概在1,600到1,800 虽然比去年的 超过2,300的 能够控制的总股息 发放的数字来讲 确实有大幅度减少 但是跟过去几年相比 还能够维持 一定的一个水准 所以在这当中 当然有保险 这一档 其实国泰金我觉得应该是 近期来讲 受到最大争议的一档 因为包含 比如说它的这个 这个大时候ATM当机 Costco的订单也不见了 然后包括这个 受险的部分 所以你看它的股价 相对来讲是疲弱 我这个是用周线 我上面这一条是 260周就是五年线 所以你看它是少数金融股 还在五年线之下 但是我倒觉得说 最坏的时刻 应该就是过去了 应该就是过去 对尤其是 我觉得有个重点 大家可能忽略 它的那个00霸气霸 它的00霸气霸的那个 手续费的收入 我相信对它来讲 是一个相当 稳定的一个收益 所以一个是投资 那一档ETF零股息 一个是投资 发行那一档ETF的单位 对 差点讲出来变黄标 更为有气魄了 那再来是这个 元大金其实概念上也是类似 实际上它的五年线稳定之后 现在已经攻到年线 那为什么我说有点类似 实际上因为它的 发行的几档ETF 包括这个高股息 0050 0056 那个规模都很吓人 所以别人买ETF 那你买它的股票 所以等于买ETF的人 再帮你赚钱 哎呀 这种感觉是不是蛮好的 对不对 然后另外这个中信金也是一样 我其实选的主轴 大概其实都还是有 保险的议题在里面 那当然我的重点 其实还是在他们近期 发行的ETF的规模 都相当的大 这几个 所以这三档 我觉得 受险的影响因素降低了 那发行ETF的规模这么大 手续费收入很稳定的情况下 我觉得应该是可以琢磨